水母说电影内涵你会等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奇幻电影 火烛鬼 我们的男主水哥是一名消防员 在一次救楼火灾中 水哥听到楼上有人呼救 他不顾队长的命令直引上了楼 并奋不顾身地救出一个白衣女孩阿玲 等同事们把她救起 却发现水哥怀里抱着一个牌位 这让人不得其解 上司都觉得她脑子有问题 于是把她叫到了办公室训斥了一顿 其实阿玲是一个女鬼 生前不幸死于一场火灾中 为了自己的牌位不被销毁 她才不得不现身求救 因此躲过一件 看到上司痛斥自己的恩人 阿玲气不打一处来 于是施法帮助水哥整顾上司 上司认为这是水哥所为 于是停了他的职 没了生活来源 水哥只好投靠了哥哥老王 阿玲跟着到了这里之后 看到老王经常训斥水哥 于是又开始施法戏弄老王 这可把老王吓坏了 便找了一些法器辟邪 阿玲惧怕法器 无奈钻进了电视里躲避 并成为电视剧里的女主角 水哥闲着无聊看对事实 看着看着总觉得哪里不对 电视剧里的女主角不停地对她笑 吓得她连忙关了电视 在一次聚会中 一个性感的美女阿玲引起了老王 几人的注意 几人轮番上千条斗 而阿玲却看上了老王 便跟着她回了家 其实阿玲也是个女鬼 她痛恨那些好色之徒 所以经常通过美色勾引男人 然后通过杀人来报复社会 回到家 阿玲准备对老王施以毒手 却意外发现了水哥的体质特殊 因此想借机杀她坐提神 危机时刻 阿玲不顾安慰从电视里冲了出来 一次次救下了水哥 阿玲心生恨意 于是和阿玲斗法 两人斗智斗勇 阿玲最终论我败而逃 水哥也因此对阿玲一见钟情 阿玲知道人鬼殊妥 于是借口回家 又钻回了电视里 水哥看着电视里的女主 和刚才的女孩一模一样 情不自禁地亲了她一口 这时阿玲心生情意 从这以后 阿玲每晚都和水哥一起约会 两人因此相知相爱 阿玲也借机告诉了水哥 自己的真实身份 可水哥早已深深爱上了阿玲 并不建议 而阿玲得知两人相恋的消息 心生怨恨 决定报复两人 她告诉老王 水哥被女鬼迷惑 唯一在担心 于是老王在家中做法 准备捉拿阿玲 阿玲也想要借机杀死水哥 幸好阿玲及时赶到 水哥才逃过一劫 在老王的阵法下 阿玲只能被逼逃走 从此老王也慢慢地接受了阿玲 而阿玲告诉老王 明天就是阿玲的忌日 那时她的法力将会增强数倍 于是老王请来了她的朋友 陈瞎子相助 陈瞎子让大家全身都涂满糯米粉 这样就可以躲过阿玲的抱负 不一会儿阿玲来了 她果然没有发现他们 吉人轮番开始戏弄起阿玲 忙活半天出了一身的汗 汗水正好把糯米粉给溶解了 竟然瞬间陷入困境 紧急关头 老王打开电视求助阿玲 发力大脏的阿玲 瞬间就秒了阿玲 众人合力之下 败出了各种阵法困住阿玲 终于将阿玲杀死 然而陈瞎子的阵法威力巨大 同时将阿玲打入电视之中 水哥不舍阿玲离开 魂魄也随她而去 没了魂魄的水哥如同行尸走肉 陈瞎子也再次出手 在阿玲记忆日当天 将水哥的肉身打入电视之中 两人重演了当时阿玲遇难的情景 关键时刻 水哥救出阿玲 逃出了电视 从此两人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 影片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火烛鬼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